欢迎来到八路空间五间新闻的直播现场 我是陈佳荣 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东马指出 马来文难以完整诠释科学的真正含义 再为英语教数理政策铺路 过去24小时 中国新增3694宗武汉肺炎确诊病例 夺走了73条人命 世卫组织向国际筹募超过6亿美元对抗疫情 美国众议院宣判 特朗普两项弹劾条款无罪成功保住总统宝座 首相顿马哈迪计划重新落实英语教数理政策 引起全国热烈讨论 首相顿马哈迪今天再次强调 英语教数理才能够更正确地掌握数理知识 不应该以爱民族为由坚持使用国语教学 代教育部长顿马在部城教育部总部的活动上表示 数理科都是源自英文 国文无法完整的诠释当中真正的含义 所以他认为使用英语教学才是最正确最有效的学习方式 他强调如果真的如此热爱和坚持守护自己的民族文化 就应该专注自我提升而不是仅限于使用国语 武汉肺炎肆虐造成人心惶惶 脸书群组Gain Viral Malaga近日流传了一则铁文 指一艘来自中国武汉的船只停靠在马六甲靠近亚罗亚野的瓜拉尼伊港口 乘客船员入境马六甲 不过马六甲卫生局随后发文辟谣有关的铁文是假的 马六甲卫生局总监伊斯麦阿里指出 署名沙诺尔孙达拉的用户在脸书群组散播的内容并不正确 事实上这艘船在今年2月3号靠岸 而船只也不是来自武汉 文告表示如今是非常时期那些来自高风险国家的旅客 特别是中国人入境的时候都必须通过健康检验 严防将病毒带入我国 因此当局希望民众不要随意散播假新闻 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期间散播假消息 引起民众的恐慌随时可能会惹上官司 登加楼一名男子就因为在脸书散播有关武汉肺炎的假消息 尽早被控上庭成为国内类似案件第二名被控的人 这名41岁的小贩谎称 有5名武汉人感染病毒入住刮拉登加楼医院 抵触刑事法典505-B 蓄意导致公众恐慌条文 他前天到刮登警局自首 警方扣押他一天 今早再把他控上法庭 不过被告否认有罪 法庭允许他以5000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案件下个月3号过堂 至于昨天在吉隆坡推示庭 被控三项蓄意导致公众恐慌罪的女记者 诺哈雅蒂大马半岛新闻从业员职工会 宣称他不是故意散播有关武汉肺炎的假消息 职工会正在为他募款并呼吁政府撤销控罪 中国武汉肺炎蔓延的情况没有缓解下来 反而越远越烈 在过去24小时 中国近年就新增了3694宗确诊病例 使确诊患者突破了28000人 最小的患者是一名刚出生30个小时的婴儿 截至目前为止 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在中国夺走了563条人命 新型冠状病毒迅速蔓延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 武汉肺炎昨天再夺走73条人命 目前累计死亡病例高达563宗 短短24个小时内 确诊新增病例暴增了3694宗 截至今天子夜 中国境内确诊病例已经达到280018宗 其中涉及一名新生婴儿 他在出生后仅仅30个小时就确诊染病 另外还新增了640宗重症病例 达到3859宗 新增疑似病例的数目也高居不下 昨天一共出现5328宗疑似病例 累计高达24702宗 好消息是 有261人在接受治疗后痊愈出院 目前已经有1153人恢复健康 另一方面 中国政府为专制武汉肺炎而建的火神山医院 继前天接受第一批病患之后 医院在昨天下午3点40分 再收治第二批患者 年龄介于23岁到61岁 这批患者将在火神山医院接受治疗 直到康复为止 虽然疫情爆发之后 中国政府已经迅速在武汉市建造两座临时医院 但是病患人数不断增加 医疗用品和物资捉襟见肘 病床依然严重短缺 供不应求 当局表示 会考虑将室内的学校和酒店 充作临时治疗中心 一夜之间中国今年新增了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 我们要说明天我们要避免这个派避免 出发了全世界的灾状 这种情况能够更坏 我们要用这些階段的机会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星期三在日内瓦出席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 记者会时声援中国 表示会继续支持中国政府对抗疫情的努力 唐德塞也强调 世卫组织主要担忧病毒可能会传播到 没有能力检测感染的国家 他敦促国际社会 无论在政治、技术和财政角度 都应该团结一致 确保病毒不会进一步的扩散 日本在暴增10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 和昨天确诊的另外10个人一样 所有的新病例都是来自被隔离的 钻石公主号邮轮 目前日本的确诊病例已经攀升到45宗 而另搜在香港隔离的邮轮 目前已经有船员出现了发烧等症状了 日本昨天才有10名钻石公主号乘客 证实患上新型冠状病毒 没想到今天早上 再有另外10人确诊感染病毒 也就是说全船染病人数飙升到20人 沾了日本确诊病例将近一半 目前日本共有45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这艘邮轮有大约3700名乘客和船员 日本卫生部暂时只检测了273人 虽然邮轮已经停靠在港口 但是所有人不得下船 必须继续隔离 而在香港也有另一艘邮轮 世界梦号被隔离在港口 香港卫生部指出 除了三名找钱下船后确诊染病的乘客 其他大约3600名乘客和船员 都被隔离在船上 但是部分船员出现发烧等可疑症状 暂时还不确定他们是否也感染病毒 一名乘客用手机拍下邮轮上的情况时透露 虽然当局一直在清理消毒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做好防范措施 美国方面350名从中国撤离的美国人 星期三分别乘坐两架飞机 抵达北加利福尼亚 其中178人是从武汉撤离 被列为感染高风险群 但是当局已经做好一切防范措施 所有350人都会在北加利福尼亚的空军基地 隔离14天 当局处请当地民众不要担心 一定会确保社区健康安全 至于其他还滞留中国的美国人 政府会继续安排飞机 再送他们到圣地亚哥 德克萨斯州以及内部拉斯加州隔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土耳其飞马航空一架搬机降落时冲出跑道 机身断成三节 至少有三个人死亡 179人受伤 欢迎回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命运揭晓 一如所料 参议院在弹劾案中 极力护主 滥权通污和阻止国会调查 两项罪名远冤达不到三分之二弹劾的门槛 让特朗普顺利地逃过弹劾 保住了总统宝座 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就狠批 特朗普违反宪法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却因为没有经过公平的审判而无罪释放 这样的无罪根本是毫无意义的 美国参议院星期三对总统特朗普弹劾案进行公开表决 结果就如各界所料 这是一场按照政党区分的审判 第一项滥权通污罪 100名参议院议员中 52名共和党议员力挺总统无罪 47名民主党议员认为有罪 虽然还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梅罗尼也投了有罪 但是仅仅48张有罪票数 不止远不及三分之二的弹劾门槛 连一半都没有 第一项弹劾失败 至于第二项罪名 阻碍国会调查通污门案件 所有53名共和党议员都投效无罪 47名民主党议员投有罪 弹劾再次宣告失败 作为主审官的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宣布 特朗普无罪 特朗普是美国史上第三位被弹劾的总统 和前两位总统一样 他逃过一劫保住总统宝座 特朗普随即在推特发文 形容这是美国在弹劾骗局中的胜利 他会在隔天中午12点 对这次的弹劾结果召开记者会 带领共和党力保总统的麦康奈尔再次强调 这是民主党要把特朗普拉下台的伎俩 他向众议院喊话 不要再发起毫无意义的弹劾 不过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表示 民主党光明正大 反而是共和党拒绝接受事实 即便证据确凿 依然选择掩盖特朗普通污的罪行 不传召证人 不接受新证据 虽然弹劾失败 但是他相信美国人已经看到了真相 对于共和党议员梅罗尼投下有罪一票 舒默向对方致敬 他狠批特朗普强硬施压 很多明知道真相的共和党议员 不想被特朗普对付打压 才会选择为他护航 但是梅罗尼能够在强权下为正义发声 值得他人尊重 土耳其飞马航空一架客机 星期三晚上在伊斯坦布尔的 萨比哈格克勤机场降落时 冲出跑道 急身断成三节 更起火燃烧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179人受伤 事发时在有183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客机 正从伊兹密尔飞抵伊斯坦布尔 怀疑因为天气不佳 在施滑的跑道尽头下降 约30米之后冲出跑道 并且撞上路面造成机身断成了三节 严重受损并引发大火 乘客只能够从支离破碎的飞机 躯壳当中逃离出来 179名伤者目前被送往当地18家医院接受治疗 外科口罩有助于阻隔飞沫 前提是必须正确佩戴口罩 白色是吸水层应该往内 有颜色的是防水层应该向外 硬片在上方 松紧带挂好 在鼻梁位置轻按硬片 让口罩贴紧脸部 再把口罩拉到覆盖下巴 正确处理口罩也很重要 戴过的口罩已经受到污染 脱口罩时避免碰到口罩表面 从耳朵处拿下松紧带 将口罩表面往内折 再丢弃 如果面对高风险感染疫情 把口罩放进去密封袋 再丢弃 记得丢弃口罩后必须洗手 N95有更多面向防护功能 但长期佩戴会呼吸不顺畅 一般人也无需佩戴这类口罩 如不马西德教会紫慈阁青春庙会 举行传统的文昌军祈福仪式 稍后带您去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篮球圈上个月传来天网 科比布莱恩罹难的消息之后 美国娱乐圈也传来了二号 好莱坞老牌男星寇克道格拉斯 在星期三语诗长词 享年103岁 道格拉斯的儿子 金龙父亲是一名传奇人物 是电影世界的代表 也是一名极力捍卫正义的人道主义者 他相信父亲的信念 将为人们梳理一个好榜样 道格拉斯出生于1916年12月9号 他的一生都奉献给电影圈 他曾经在1950到1960年代期间 演出万夫莫迪 斯巴迪克斯和海盗的Vikings 都赢得非常好的口碑 让他成为当时票房最高的男星之一 他其中一个经典角色 就是万夫莫迪东的斯巴达克斯 不幸的是 道格拉斯在1996年中风 导致他说话时口齿不新 面部神经也受损 道格拉斯曾经三次入围奥斯卡 最佳男主角 但是三次都和小金人插肩而过 不过他在1996年 获得奥斯卡终生成就奖 也是他多年的演艺生涯当中 唯一一座小金人 新春假期虽然已经结束了 不过全国各地的新年气息 依旧是非常浓烈 坐落在柔佛的马西德教会子慈阁 在昨晚就举办了新春庙会 除了有拜太岁和接财神的活动 当晚最特别的就是延续传统 以古时的方法进行文昌君祈福仪式 马上透过镜头去瞧一瞧 农历新年除了和亲朋好友团聚 一家大小前往神庙参与祈福仪式 也成了过年期间的必备行程 除了出游打卡 更重要的是为自己和家人许愿祈福 坐落在柔佛新山的马西德教会子慈阁 在正月十三举办了一场新春庙会 红通通的灯笼 各式各样的新春装饰 再加上醒诗和舞龙助阵 现场人潮汹涌 气氛热闹 年贵十足 来到庙会 民众当然不忘趁机参御祈福仪式 包括拜太岁和接财神 而当晚最受瞩目的 就是延续多年传统的文昌君祈福仪式 祈福仪式按照古法进行 仪式开始的时候 新科状元必须向恩师奉茶 表达施恩 将恩师扶上桥之后渡桥 来到文昌君的前面 这个时候恩师就在旁边 将状元的笔墨和宴奉上 正式登入基地门 俗话说百行孝为先 孩子们向文昌君祈求学业进步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在场生生学子必须要向爸爸妈妈洗脚和敬茶 答谢父母的栽培才能向文昌君祈愿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推崇的也是要进校 所以学生不单单是要处取好公民之外 他必须要先从孝顺做起 平时可能在家里都没有给父母洗脚 天下父母皆望子成龙 这场文昌君祈福仪式自然吸引了不少家长参与 除了希望孩子在新一年能够学有所成 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明白仪式的意义 重在培养内在的孝心美德 在平常的活动里没有办法看到 然后它的意义很大一下 就是让一些小朋友 他们要怎样去回报给他们的家长 蛮有意义的 就是让小孩子懂得饮水思源 也难得有这样 孩子才会有机会跟父母进洗脚 平常你叫他洗他哪里要 有这样的活动他就带动 为了让庙会节目更加丰富及多元化 主办单位也邀请乐手现场表演 同时开放平台 让许多创意市集在庙内摆摊 传承文化的同时 也不忘与时并进 2020年适逢美国修法赋予女性投票权100周年 那美国巴尔地摩艺术博物馆 未表纪念 决定今年只收购女性艺术家的作品 协助推动性别平权 五件新闻最后一起去欣赏细腻美丽的艺术作品 我是陈家荣 感谢您收看五件新闻 祝你有个愉快的下午 我们再会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